就没有人发现说 当年疫情扫的这个QR Code 很愚蠢吗 那个QR Code其实就是一种 是不是也延伸到现在的监控呢 我们来问一下巧新 巧新怎么看 其实我们这边有四个问题 A B C D C我没办法 民进党一定有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王毅川的话 他是因为他是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所以他才拿到 他如果只是一个名嘴而已 我看他是不会拿到那样的资料 他是有党职身份的 第一 王毅川吹牛 我不认为他那天是在吹牛 因为他通常 起 起党的时候是一种状态 我不确定能不能讲 对 它是一种状态 他就是那边欧白说一堆 可是他当天分析得很详细 他讲得很详细 他讲了一整篇的论述 所以那不像平常在讲插话的 讲说没有靠背的那种状态 然后这个C 总统府我没有办法问 总统府的话可能是国安会 就是总统府底下国安会 那再来B是国安局 国安局的部分 我在昨天已经咨询过 国安局的局长蔡明彦了 他告诉我说 就算是国安局 要取得这样子识别化的资料 需要经过12道手续才能拿到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认为有一个人 他有可能国安相关的问题 我要去取得他的个人个资 国安局要有12道手续以后才能拿到 那你王益川厉害 你可以直接跳过国安局 你比国安局还猛 但是除了这四个单位之外 我认为还有其他两个单位是有嫌疑的 第一个单位 内政部 因为内政部它有最多的是我们国人的资料 包含警政系统 然后包含是 他们有跟这个有一些标案 我去查了一下 跟我们的电信公司是有合作的 第二个最有机会的其实是疫情期间 也就是NCC跟卫福部共同合作的部分 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NCC基础设施与资通平台的处长 向天下杂志证实 中华电信协助疾管署开发的平台 串联台湾五大行动通讯业者的基地台 可以直接监控居家隔离的人 居家隔离者手机的位置 而且他还告诉你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要求电信公司配合之后 大家记得之前那个钻石公主好吗 疾管署会知道他们去过金瓜石 基隆九份就是NCC请中华电信 分析旅客下船之后 曾经到过哪些地方 根据手机还有基地台 找到相对的位置 虽然无法知道最精准的地点 但是区域跟方位都可以 用演算法用基地台去算出 有没有觉得 跟王毅川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一模一样嘛 那是非常时期 难道到现在还可以使用 所以他到底取消了没有 他是不是转成说这个系统建制完之后 变成是国家来监控人民的一个单位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五 不知道五哪一天 五月的时候 去上街头的这些 所谓轻鸟行动的人 你们知道你们被政府监控了吗 最后我再讲一下 为什么王毅川平常嘴很秋 现在说进入司法部回应了 因为立法院的职权行施法三读通过了 在复议然后总统签署过后 第一个会被要求来听证的 王毅川 NCC 然后这个疾管署 然后相关单位 全部大家一字排开 不能说谎 那到时候真相是什么 我不相信检调 检调那边他字案查来查去 也不公开给大家看 但是调查权跟听证权 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上面 是很有机会查出真相 所以他才闭嘴的 国会修法之后 立委是不是就有能力去查这些 发大财的这些厂商官员 来说明清楚 让我们知道 过去尘封已久的真相呢 我们来问一下小七 其实室内就是不能抽烟 那当然柯建民不晓得 为什么他可以做 变成是我们立法院里的大法官 他爱怎样就怎样 还霸占了那个行政院长的休息室 行政院长是没人了吗 就是怎么可以这样 那他当然就是该查就查 那但是这件事我们也都知道 我比较觉得奇怪的就是说 当美国人 大家可以看中间那张照片 美国参议员 然后他们来访的时候 C位站的是谁 C位是五朝鞋 到底为什么 那个赖清德还在旁边 请问 我们是看到 然后林佳龙是真正的外交部长 要站在他的右边 我真是不懂这是怎么样排位置 因为我告诉大家 在这种国际的礼仪上面的 安排的顺序都是要有的 像是他们一群人 也有来我们国会 那我们的这一个外交组的 就贴好两个脚印 一个是他们的主席 一个是韩院长 就是都就定位 那你其他人要怎么站随便 但是重点人物 他中心他都有帮你排好 结果我们的国家是这样 那个总统站边边 中间C位国安会秘书长 外交部长被挤到旁边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 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回事 李嘉隆脸色不太好看 对 他画了个情景 今天我质询 我也有问李嘉隆这个问题 我就说到底谁是外交部长 但是最后我要讲一下 就是鸡蛋的这个部分 当然我也很担心 刚刚辉文哥讲的 就是说所谓的宪法的 紧急处分权 如果民进党 只有包含是宪法法庭 他们只要硬干的话 我觉得也会激起 就是60%的民众的愤怒 因为又不是每个人 都有去参加那个清尿活动 还是有很多人是不支持的 他们就是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时买了一堆鸡蛋 花了多少钱 请问秦宇乔长怎样 有人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我说听证跟调查 他重不重要 他可能他 我们不是把他当嫌疑犯 但是是不是请他出来 说明一下当时政府 是如何跟他接洽的 不是说他犯罪 立法院没有权利说一个人是犯罪 如果他有犯罪 送刑事 送检调 但是大家不想知道 秦宇乔到底当初 怎么跟政府接上线的吗 所以只有立法院的行为实施法里面 通过调查跟听证权 才能做到这一点